看到美国摇滚天团邦乔飞原本要到中国上海北京去开唱 还特别练了中文歌曲要讨好歌迷 但是因为五年前演唱会的时候 荧幕上出现了藏独精神领袖达赖喇妈 被中国文化部给封杀 演唱会确定取消 其实中国文化部封杀西洋大咖艺人不是第一次了 下个礼拜一即将来到台湾开唱的魔力红 因为键盘手来达赖助寿 再让中国的演唱会遭到封杀 反而让台湾获得了家场机会 不少帮小费的粉丝也对偶像画虾 说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场次挪到台湾来唱 让乐迷们可以一饱二福